男人因为惹怒的消防员 被高压水上直接冲上了天 就在刚刚 男人和同伙在女孩家里抢劫 女孩害怕的赶紧报警求助 结果由于刚买的新房子 女孩也搞不清楚地址在哪里 只知道房子是棕色的 并且门口有辆蓝色自行车 接线员只好通过信号定位女孩的家 然后让警察立即赶到现场 可警察到了以后才发现 这里是一片别墅区 棕色的房子最多有上千座 此时警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在女孩记得妈妈的手机号码 立即告诉了另一遍的接线员 结果接线员拨通后 手机居然在另一个房间响了起来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警察先调来了消防车 让消防员打开警笛在附近巡逻 一旦从女孩的电话里听到警笛 就可以断定女孩家的位置 可女孩实在是害怕 打算独自下楼跑出房子 结果正好被劫匪撞到 由于房子实在太大 女孩藏在角落里躲过一劫 此时消防员刚好路过女孩的家门口 并且发现了门口的自行车 接线员也听到了警笛的声音 确定了女孩家的位置 警察立即从后门进入房间 结果女孩的母亲刚好回来 为了不激怒劫匪 消防员赶紧把母亲拦了下来 女孩发现慢慢回来 再次起身往门口跑 却刚好被路过的劫匪抓住 劫匪把女孩锁进房间 收拾好财务准备离开 正好被开门的警察拦住 男人立即推开同伴 自己独自冲进屋子里 而小女孩当作人质走了出来 好歹女孩灵机一动 用力咬烂劫匪的手 劫匪疼得立马松开的女孩 骑上路边的摩托车嘴被逃跑 好歹警察早就堵住了去路 劫匪开枪射完了所有子弹 却都打在了消防车上 劫匪立刻转身逃跑 却没想到被消防员蹲到 劫匪成功被拿下